嗨 大家好我是雯片猫 現在大概是下午的時間 然後我要趕快出門 因為我要去幫我的 在美國的學生呢 是低頭 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在使用的 Song低頭 就是韓國的那個品牌 就是只有智常低頭的那個品牌 SOMG 那因為我之前是 跟我的朋友呢買 他的用過的Song的低頭 我想說我好像還沒有這麼仔細的試過 Song的其他的低頭 那想說今天竟然 因為我都想說我要拍 就是挑選幾支低頭 然後吹奏然後拍給我學生看 所以我想說那我乾脆就 大概的記載今天的 整個狀態吧 那你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那我要先出門囉 快要遲到了呢 I Bravo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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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號100 好這個是Song底頭的102 然後呢他的Riser是有K金的 14K金 好在這裡講一下Riser是什麼 Riser中文呢是吹口台 那我們看一下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最上面是純電 再來是吹口台 接下來是管聲 好所以吹口台呢 實際上是將純電固定在管聲上面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上呢 吹口台是蠻有份量的 不知道你之前有沒有一個經驗呢 就是不管你在長笛上面放上什麼東西 就是譬如說像是超導錠啦 這些可以幫助長笛的聲響的 提升長笛音色的一些輔助的用品 或者是你有裝上就是幫助你拿長笛的這些小器材喔 你就會發現呢長笛其實在音色上面都會有所改變喔 所以就更不用講說吹口台這麼有份量的一個長笛的部分 它在材質上的提升呢 肯定也會在音色上面有很大的不同喔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聽看看呢 這個有吹口台有14K金跟不是14K金的 它在聲音上面的廣度會有非常大的不同 然後呢 我們會在音色上看 我們會在音色上看 然後這個低頭呢 它跟剛剛其實那個是差不多了 只是它在這裡有做Narae 就是飛翼 它有集中氣流的功能 我們會再結束 在音色上看 我們會在音色上看 我們會想更多的樣子 我們的音色 可以用動作弦 这个低头是103,然后它是白金的 是白金的 WOW! OK好,它的型號就一個對不對? 對,它沒有型號 好,這個是SONE的目的頭 然後一樣配上AUTUS E07的管聲 音量提供到通常接觸的海岸 音量提供到通常接觸的動靜 嗯